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切尔哥 今天切尔哥用这上等的五花肉 做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菜片 看着吗,这五花肉的品质非常好 然后咱们把五花肉改一下刀 从中间给它切开 把五花肉给它分成两条 这肉的品质太好了 冷水咱们下入五花肉 再加入料酒去腥 趁五花肉焯水这功夫 咱们先把配料准备了 大葱切长段 先切点姜片 大料准备两半 春椒六根 白扣四个粒 桂皮两块 香叶三片 汤烧废之后把肉煮了三分钟 然后咱们捞出来 咱们用刀刮一刮 把猪皮上铲鱼的猪毛和油泥味 给它刮掉 接下来这步很关键 咱们用鸭切或者是煮起来 把肉皮给它扎点密集的小孔 这样咱们炖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 然后咱们用厨房纸 把五花肉的水分给它擦净 肉皮上面咱们刷上一层蜂蜜 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油温烧到六成热的时候 咱们把肉放到锅里边 把肉炸一下 这样肉蒸香去腥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炸完的肉 咱们做好之后吃着不油腻 咱要把肉皮给它炸上色 圈鱼全成炸至了一分多钟 不到两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先捞出来 把油控制之后 咱们改刀切成一厘米宽的厚片 但是不要切断 要连着肉皮 朋友们 打成这样刀就可以 好 然后咱们开始下步操作 准备一个竹打 把肉放在上边 把肉给它包起来 然后用牙签 把竹打给它固定上 好 这种状态就可以 锅中加入食用油 放入大块葱姜 把葱姜的水分炒出来 香味彻底的挥发出来之后 咱们再放入香料 香料下锅炒至10秒钟就可以 把香料炒香 然后剩锅边烹入5克高度白酒 挥发上香去腥 再加入开水 如果家里边有猪骨汤 最好是放猪骨汤 这把肉放入锅里边 海鲜酱油加入50克 蚝油20克提味提鲜 鸡精6克提味提鲜 精盐8克调底味 再放两粒冰糖提鲜 增加回味 老抽加入3克调底色 然后咱们放点红麴粉 咱们放红麴粉 红麴米都可以 主要是为了给食材添加色彩 放入两根芹菜 两根香菜 香菜和芹菜主要是起到蒸香 解腻的效果 汤烧沸之后 咱们保持大火炖煮两分钟 把汤炖香 然后改成小火炖煮35分钟到40分钟 视频露到一半 蚝油哥出来露个脸 如果大家我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能给蚝油哥视频的下方大拇指 给蚝油哥送一个免费的赞 蚝油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蚝油哥这肉 整整炖了40分钟 然后咱们打开锅盖 把肉取出来 好 待会看看肉皮这面 颜色红润 非常的有食欲 把竹打给它取下来 非常的有食欲 鸿焖猪腩肉做好了 车哥先品尝一下味道 车哥切一片 尝尝味道怎么样 搂一片 满足感爆棚的 肉吃的口感 入口即化 硬质里边肥油就是 融化那种状态 真的吗 非常香啊 太香了 朋友们 一点都不腻 圈哥今天做这道菜 很适合在酒店里边 做一个特色菜 因为这道菜 可以提前批量制作 咱们提前把这肉 给炖烂糊糊的 找菜的时候 跟汤汁里边喂一下就可以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能给大家伙 带来一点的帮助 希望家人们看完视频 能给圈哥 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圈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